基本上我說過了 相信一次外資 應該千元以上不成問題 這邊還是要跟各位講 今天已經開始倒數了 今天五四三二一 我不是跨年倒數 而是我們在iNews下午兩點的 現場直播的節目 到禮拜五就正式告一段落 所以我一直跟觀眾朋友們講 你要掃瞄YouTube 真的你不掃瞄到時候 下午兩點下個禮拜 都看不到我節目 我已經跟各位講 你掃瞄YouTube 我下個禮拜開始 也就是明年的一月二號 應該有機會 大家幫我加油一下 我們邁向一萬三千 我在一月二號我也說 最棒的技術分析 一定會第一時間給各位 我們今天因為 我們今天因為 波洛威華泰 華泰從二十一塊多長到六十幾塊 你都有印象 我想要複製這些股票 所以我們有一個活動叫2024年 蓄日東升一飛沖天的這個活動 希望讓你感受一下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 強勢股會溫暖各位的心 有各位真好 年末交朋友最大的誠意 我們2023年經歷了無數次的感動 所以2024年一起 我們已經向財富的未來 蓄日東升發發發這個活動 是為各位量身訂做的 你有任何想要知道這個活動 你可以藉由LINE來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撥個電話來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那其實我一直跟各位講 在11月30號那天我講說 這個大量是有意義在 你在這個量之下買都是安全的 我相信各位女兒也都看到了 當然這是我們傳世之作 我就不再多講 那我們當時跟各位講 我跟你講形態學很重要 當時這裡破線 我們第一時間跟各位講 會往下走 其實往下走 我不能預測台幣往哪裡走 但是往下一定是升值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技術分析各位 你學到的都包含到今天 你自己看一看 台幣還在升值 所以有收看我節目 你這一段期間你知道台幣會升值的 你說 應該給各位有幫助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這裡就跟你講 我說他在升值 你自己看一看有沒有升 這種技術分析真的才是你們要的 因為你全世界都可以用 你包含有時候你要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最近的台幣會不會比較強一點 那當然那費半更不用講 我覺得費半還會持續創高 這是費半創高的一個過程 我也都給各位看過 包含 今天觀眾朋友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今天看到陽明啊 長榮這些股票 都好落好落 我拿一張圖形給各位看 我上禮拜就跟各位講 你有看過這張圖形 我一般我不會拿出來講 我只是讓各位了解 其實做股票 形態學很重要 你這裡已經來到頸線了 你真的要做 你等 真正站穩頸線以後 拉回來亮澀以後 再做都還來得及 不需要 你想 漲那麼多了 你硬要去拚 觀眾朋友很容易會拚錯 太熱門的地方 你反而有時候你會試真 我想藉由今天的節目 也讓各位了解一下 其實 你說我說 對啊當時有過 是有過沒錯 但是這裡就 你最起碼 等它拼過去以後 有亮縮來回測 穩了 再進來不是很好 你萬一買到高點了 我不是說唱衰 運輸股不好 我說萬一你買到高點了 比如這一檔是長榮 你要是剛好買在比較高位階的 你說你低低的買就算了 突破頸線買的也就算了 畫給各位看一下 你問我為什麼知道 我說當時我就有提醒各位 我說運輸股已經來到頸線 你買在低位階都OK 可是你買在最近才再去追人 你就可能會有一點壓力 這檔股票今天還打到跌停 有沒有 我不是說唱衰運輸股 而是我希望藉由你收看我節目 你去了解說 其實有時候股票本來就是這樣 你要過一個重要的關卡的時候 尤其它單腳起跳 更難 還不如等它拉回的時候再攻 會更好一點 所以你手上有運輸股的 我們上個那個12月19號就拿這張圖 也跟各位做過分析 我就不用再多講 這個你們也都看了 因為形態學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節目中會一再跟各位講 包含我覺得說有些股票 有一些短線操作 因為我節目中不方便 你其實你如果常做久了 就是有幾家券商是習慣隔日重的 你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低檔的時候你看那38.85 上個月的時候你隨便買都買得到 我有時候常常在講 為什麼你們有時候 等於說買一個保險 你如果跟著一個會操作的人 你就會了解說 其實如果說有一些隔日 隔日重或短線進來的 你要先避開 你看上個月買的時候 到今天的高點是漲了30% 可是我相信各位了解 今天的平安是開高走低 那我為什麼說你們要了解 有時候未接買 你看禮拜五的時候 融資房是大增 大家去搶 因為我手腳不夠快 你看這種走法 何必呢 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買低的時候 我一定第一時間做比較分析給各位看 我不要各位去追股票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一個月的時間有30%其實也是不錯的事情 我什麼時候跟各位講 我在這裡就跟你講 所以做股票我有時候常常覺得說每個人都不見得每次都做對 但是明明有比較低位階你可以買的時候你應該在低位階買會更好一點 不要說看到漲停的就一定要去追什麼的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點可惜 尤其是用融資去買的 那你當你看到 如果隔日沖的站大概百分之18以上的時候 你會特別特別注意 當然 這個查都查得到資料 那一樣見準那天也跟各位講這是跳空過形態 量已經出來所以一定還會有高點 但是我也不要各位用追的 因為我們見準在盆中已經說過 你不要看一開高馬上就來追 你看 那今天開始也有一些震盪 雖然外資連續三天買招投信也買 那借錢賣出也增加 那這個還是要再看 好不好因為有時候 說實話 外資真的去放夜旦節 我必須講真話 那個外資機構的主管真的去放夜旦節 這個就要講真心話了 所以你這幾天要怎麼去推台股的話 我覺得以量的一個角度來講 會比較難一點 可能都是一些個股的一些表現 但是真正有一些我覺得 用一個比較宏觀思維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們為什麼一直持續看好聯發課 這是有道理的 我其實你以明年 今年要跨年到明年 台積電也有聯發課 我從來沒有看壞過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各位講說 如果他有打回月線的話 你要參考一下 我想這最經典的就在這裡 733這一天 這個故事其實也講那麼久 今天聯發課高點又來到998 我們看一下聯發課 看一下聯發課 今天高點來到998 瘦在995 你自己看 我一路這樣子過來 我說你733絕對買得到 因為有時候做股票是這樣 你看形態學 他打完底部形態 就沿著月線線一路走一路走 到今天為止的988件 733 你看差了多少錢 差了多少錢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我也 我不要說我每天講 你們都講老掉牙 其實差了265塊 差了265塊 我一樣掉下來 我還是跟各位講 你首選還是聯發課 我的看法不變 你同樣的道理 你看這檔台積電 528塊那天我就跟各位講 我說你要買 其實台積電今天稍微 今天是把缺口補了 可是如果比對美國的ADR 他真的還是委屈 我台積電有講的我也都給你看 來看2330才幾點 有沒有 10月初那時候528塊 就一路跟各位講 528就可以跟各位講做多 然後他一波來到585 打下來我跟各位講 13天時間轉折會上 前幾天我還在節目中 大聲的疾呼說 這裡打下來這缺口會回補 就像我今天在盤通節目講 那很奇怪 有時候你們看台積電操作 你看他打下來就想賣 就明明打下來碰到月線 他會有撐 而且我那天還 藉由外資的買賣超給各位看 你們應該有印象 我說前五天買 買了六萬多張 軍價都給你看 所以當他打下來的時候 你會想他會拿石頭砸自己腳嗎 不會 那你明明知道說那幾天買了大概在583左右 那達到575你應該開心才對 我買了吃一下外資豆腐 結果很多人就做不到 反而要賣 那今天的糕點 585 雖然收581 但是也差了10塊錢 這個 你基本上有這種sense的話 基本上做不難 你看在夜段節前 快是又買了9164張 我認為這個不會是高點 不會是高點 所以觀眾朋友們 操作上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 我覺得你們問我怎麼操作 我說節目你都看了 該有的十天 十三天時間長得也給你看了 上來我也跟你講缺口會回補 你們也都看在眼裡 我其實也不用講那麼多 因為這段期間我必須講 要迎接的是下一個機會 你看這個579到583的缺口都補了 要迎接的是下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重點 這才是一個重點 包含你看這個義龍店 我那時候116塊5毛 就跟各位報告義龍店 我說這一檔股票我持續看 頭信也一再買 你要特別留意 那是116塊5毛 那你看 當時我們就跟各位講說 庫長股的均價是157 有沒有 157 你想想看當時才多少錢 116塊5毛 就跟你講說 觀眾朋友們 他的平均成本是157 你也不相信 你說怎麼可能會到 我再跟你講 他老闆的均價是200塊 你或許 在iNews兩點的節目 是沒有機會看到到200 因為只到這禮拜五 但是你相信以後會不會到 這個是我在辦技術分析課程的時候 那時候才160而已 那你看看 今天高點來到167 投信連續五天買超 你如果投信會不會做這樣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機會就蠻大的 因為投信一直在買 投信一直在買 所以觀眾朋友們 操作其實就是要有方法 要有方法 真的有方法 我下一個階段會跟各位報告什麼 叫做量和價 不會同時到頂的案例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分析 你下一個階段你要特別留意 在要進下一個階段之前 觀眾朋友們 我今天沒有帶那張字卡 還是麻煩各位一下 你手機拿出來 掃描一下 這掃描 手機拿出來 掃描一下就好了 你一定要加入YouTube 為什麼 因為在下禮拜二 你要收看我節目 元旦放假回來兩點一打開 iNews沒看到我節目 我覺得我們已經相知相惜那麼久 你如果覺得我的技術分析還不錯 我的解盤 可以讓你比較安心的話 麻煩你掃描YouTube 在下個禮拜 元月二號開盤以後 一點半 準時一點半我會現場直播 兩點半也會重播一次 兩點半也會重播一次 那一樣你有任何問題的light 你也跟我們洽談 因為 我為了答謝iNews的觀眾朋友們 長期的收看我們節目 所以我跟公司要求 可以讓我辦一個活動 來謝謝你們 所以我辦了一個 旭日動森發發發的 2024年 搶先企劃 我相信這些股票 你在我的電視演講會 或者你長期觀眾朋友 你都看過 我只舉幾檔而已 其實還不止這些 你如果說最近 最近聯發課我也沒放在上面 包含 近鵬也沒放在上面 因為太多股票 我只舉這幾檔 股票來當作一個 中高低價位的做個驗證 做個驗證 我們希望你在明年度來講 你可以佈局這些新的股票 為什麼 就是要答謝 你們兩點收看我的觀眾朋友們 你自己感覺一下 前幾天又濕又冷 很不開心 待在家裡好冷 今天開始有太陽 你會覺得你的心開始 暖和和的好舒服 我也是這種感覺 有各位觀眾朋友們 在收看超越電風的節目 蠻開心的 我也覺得 在年末的時候 我們因為有彼此的互動 參加我的團隊 我們經歷了2023年 無數次的感動以後 你終於下定決心 所以因為我要回饋各位 明年度我們一起要來 迎向財富的未來 你要參加這個 旭日東升的這個活動 你可以藉由等一下的 廣告專線 或者是LIOT 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洽詢 好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跟各位講 什麼叫做量價不會同時到底贏 謝謝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 創造奇蹟 我們來講幾個量價不會同時到底的案例 因為這都是我以前有教過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到這個洪基很強 我在盤中也說過了 我們再來複習一遍 因為當然這張股票 頭信一直在買 外資也在買 那我們把量能給各位看一下 我最近一直講的觀念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事 我們假設說你當時買太快了 那個七月份的時候那時候看AI很強 買到了洪基 洪基最高來到了41.25 你一定是套牢 可是因為你有時候看我節目 你知道說量和價 在多頭的架構裡面 通常不會是最高點 你就先留一下 那你留留留留 你到這一天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解套了 那這一天又出現了一個最大量 對不對 19萬張又比他還大 所以這一天也不可能是高點 這樣各位清楚了吧 有時候你們問我怎麼看 其實老手是看量 新手是看價 這個我想說給各位做個參考 因為有太多太多這種案例 你們明明買 就是只要撐過去 你搞不好還賺錢 也許這段歲月不好過 7月就開始買了 一直等到12月 但是總比你 你賣掉的要好 有沒有 他是不是過了高點 這長是洪基 那還有一些是從月K線來看 月K線來看 比如我們來舉一檔例子 叫華碩 從月K線來看 什麼叫從月K線來看 來 這裡當時的華碩 當個月的高點是438 在8月份 對不對 438 量好多 那收在402 最低最低的時候 華碩還打到331 可是你如果說你相信這個量 不大可能同時到頂 因為它438 然後雖然跌到了331 可是我問各位一下 他有沒有過的錢高 今天最高來到479 這也是一個蠻典型的案例 就是一般來講 你要看量價關係的時候 要這樣子看 我希望各位 我今天這一集 有時候你問我量價怎麼看 我說有時候不要急 不要急 因為量和價通常不大會騙人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檔股票叫人保 人保 你看這是當時的一個大量局 36.9 量很大 那請問一下再過來這個量 37.65 是不是 這個量是不是更大 那你如果買在37.65 最低 還打到28.05 你會不會覺得好難過好難過 可是 你看看今天的人保 有沒有過了當時這個 37.65的高點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過了37.65的高點 有啊 這也是一檔 滿典型的量價不會同時到頂的案例 我想藉由今天這個節目來跟各位講 其實有些股票 嗯 你或許有錯過了 那 但是我要建議各位 你要很認真的去看 它的結構 因為一般大股票 通常 不大容易量價同時到頂 所以 同樣這種道理 我才會跟各位講說 你如果手上 你上一波那個進棚啊 有沒有 你這裡 這一波你 你沒有跟上的 你沒跟上的 60% 我不是叫各位去買 而是你要去看說 它同樣的以月K線來看的話 當然這個月K線不好看啊 因為黑的沒有人喜歡 對不對 但是我也不可諱言的 這個量是 這個月的量 應該是近期的最大量 所以以我多年的技術分析 我覺得 應該不是最高點 給各位分享一下 你有時候 不要覺得 啊我 也許你買到高點 你不是說低點有買的 你也不要氣餒 超越電風節目會挺你 因為以進棚來講 這個月的量真的蠻大的 這也是跟各位做個說明 真的謝謝你們 長期收看超越電風的節目 所以 還是在最後跟各位講 我為了答謝你們 我跟公司爭取一個 很低很低門檻的 旭日東征發發發發的 2024的跨年的搶遷的一個企劃 希望能夠幫助各位 因為你收看我節目那麼久了 你要跟著以後一起操作的話 我們這個旭日東征發發發 2024年再一次影響財富的這個企劃 是為各位量身訂做的 我希望也能夠做到 跟去年的 也就是青年度的 技嘉波羅威華泰一樣 對各位都有幫助 打電話來謝謝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加證券 無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